中共国务院在两会前公布的 13我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预计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2亿5500万人 占总人口的17.8% 中国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公务员身体健康是普遍存在问题 30万公务员中有9成以上身体都存在 一项健康指标异常 尤其是超重肥胖和鞋指过高 两项比率都超过50% 对此网友纷纷讽刺这些官员根本就是因公而肥 到深圳使用银行ATM提款要小心了 有犯罪集团在ATM装设读卡器等侧录装置 借此来盗取银行客户存款 已经有超过160人受害 美国杂志《科学进展》前日发表 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报告 指出2013年1月份 中国受到长时间的阴霾困扰 其中有74座大城市 有70%的空气中PM2.5含量超标 很可能与2012年秋季北极海冰融有关 报告认为全球气候变暖 很可能让北极海冰继续融化 进一步的为中国东部的阴霾天气创造条件 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也可能受到影响 新台电视整理报道